这个字出现在名字里不多 学语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的名字 这个字可能那时候 我爸翻了字典吧 多读了点书 这个字其实代表 就是寓意珍珠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字面的意思就是 与王相比嘛 天哪 一字并肩王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 同时系统 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利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大高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你在人际交往中 少一点小聪明 多一点真诚 哪些属于 在你看来的小聪明呢 这可能是我自己 总结的经验吧 就是我觉得现在 这个社会就是聪明了的很多 然后不管情商高 我看到智商高的人很多 但是其实最管用的还是真诚 就你真诚地对别人 别人也会真诚地对你 冯奎阳 我有一个就是做销售类行业的朋友 经常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跟我们俩的选择 然后让我们从中其中选一个 这种情况下就确实会让人 比较容易去做这个决定 从他体重的选择里面 但事实上其实我心里都特别不舒服 我认为就是交朋友嘛 如果这个朋友每次跟你聊天 都是A B选择的话 这种朋友交起来也挺累的 对啊 我觉得真的人和人交往之间 没必要用到很多套路 六号 男嘉宾您好 首先我要说一下我非常非常的真诚 小聪明的人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傻子 而且我比较接受吃亏是福的这个想法 我理解女嘉宾的意思 其实之前我也用过 我觉得我投了还可以 还挺聪明的 但是在很多比如声音上前面的面前 其实你想做的什么事情 他看得非常的清楚 说还不如把你自己最称诚的表现出来 你告诉他我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真诚有的时候是效率最高的选择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就是在恋爱中 我们不要什么节都过 你不喜欢哪些节说来听听 今天是七夕节你觉得还行吗 比如像七夕 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我一定要过 但是我不想去随大溜 比如在七夕的时候 朋友圈全部发的都是 今天谁给我买什么礼物 转账多少 我更希望过属于我们两个的节日 就别人没过过的 比如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 第一百天 比如五半二十天 这也是我们的七夕节 8号 大家好 老师们好 我叫孙雪 今年31岁 来自北京 我是经历过一段婚姻的 然后有一个六岁的孩子 针对于男嘉宾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除了重要节日 我更喜欢说把每一天都 就是细节化去把它过成节日 你会愿意这么过吗 其实我认为就是 刚刚女嘉宾说得非常好 就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 幸福的话 其实每一天都是节日 我想要的状态是舒服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 第一千天 比如一周年 那就可能我会更隆重 让别人知道 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 直辈辈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 不怎么爱过节的人 但是我平时的话呢 你可能给我多一点点浪漫 平时给我送朵花 那天给我送个卡子什么的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就是我很容易满着 卡子 卡子 发卡 对 就是在送礼物这一块 你刚刚提到 哪怕小礼物一个惊喜 那我是专业的 因为我本来做礼品公司的 对 我就想问 就是你本来是做礼品公司 那你应该会对这个女生 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 自己的那个心得 其实送礼不在乎贵重 在乎的就是 你能不能记住这个人 平时一些细节 他比如说他下一个月去旅游 对吧 比如去海边城市 那我提前准备好一些 防晒的东西 用生活中来去观察 然后去给他匹配一些 就是小惊喜